前首相马哈迪早前批评 国盟主席慕尤丁是巫统贪腐领袖重新掌权的罪魁祸首 但是慕尤丁昨天否认马哈迪的指控 他强调自己正是因为坚决不与巫统法庭帮合作 才在去年被逼宫下台 慕尤丁昨天在巴俄为国盟候选人助选时向记者表示 巫统主席阿姆扎西和前首相纳吉要求摆平官司 但他坚决不从 慕尤丁反问怎么可以说我是那个妨碍治罪纳吉的人 我对抗他们所以我被推翻 我对抗他们不姑息他们的贪污和滥权行径 扎西和纳吉去年率领巫统议员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导致慕尤丁失去国会多数支持而下台 早前马哈迪发表公开信说 如果不是慕尤丁当初推翻西蒙政府 就不至于发生今天的局面 马哈迪说人民包括荣佛选民 在上级大选拒绝了纳吉、巫统和国阵 但不幸的是 慕尤丁想成为首相的个人野心 令慕尤丁背叛人民委托和西蒙盟友 让这一切前功尽弃 马哈迪也表示 当初他就警告慕尤丁 与巫统合作就是鱼虎谋皮 被吃掉是迟早的事 结果慕尤丁最终遭巫统背叛 也失去了首相的职位 务兔西蒙 务兹丁的问题 务兼出品